好的继续回到了午安生活的节目当中 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很特别的 为大家邀请到了这一位专业人士呢 他除了是一位医生之外 他也是一位院长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台中荣总医院的院长 许慧恒许院长 许院长你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很开心也很荣幸 今天有请到这个许院长来到我们节目中 让我们这个医疗层级再往上做一个提升 我觉得说这么难得请到这个许院长 我们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许院长 许院长您的专长是在这个糖尿病新陈代谢这部分 对不对 糖尿病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的时候 可能在那个时候癌症还没有数字长得这么快 也没有像忧郁症这些的一个文明病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讲到说糖尿症有可能是在21世纪 它会是一个大幅性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 可是后来可能是不是因为那个医疗的进步 我觉得糖尿病目前还算是普及啦 可是好像在治疗上已经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控制了 是这样子吗 糖尿病的人口其实在台湾在全世界 也是都快速成长 在我们学会的估计啊 目前在台湾罹患糖尿病的人数 也已经超过了180万 哇好多喔 所以随着整个人口老化 整个生活形态的改变 其实我们预估罹患糖尿病的人口还会持续增加 还会持续的增加 只不过说它不像癌症是会 致命率比较没那么高 是这样子吗 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的疾病 那事实上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 我们国人的十大死因里面 糖尿病一直是排名在前五名 所以事实上也是造成后续啊 如果没有好好控制后续的各种大血管小血管的并发症 其实影响也层次也是非常大 也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也是要正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那刚才我们院长有讲到说糖尿病他是一种慢性病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一旦你来到这个学院长的门诊的话 你可能就会跟他做长期的好朋友 因为要做长期的一个控制 不过呢就像我刚才讲的说 因为我们很难得呢 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台中荣总的院长来到我们节目中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院长的背景 他在很多这个大学其实都有担任这个教授 曾经在阳明大学嘛 国防医学院还有国立中心大学中山医学大学都曾经有担任过这个教授 或者是说现任的教授 所以您在这个医学界其实已经算是资历非常的深了嘛 对不对 也做了许多的研究也有得过很多的奖项 很厉害 像是有得过这个国防医学院的杰出校友 然后也曾经担任过糖尿病卫教学会的理事长 然后呢还有这个内科医学会内科杂志中论类的论文首讲 所以在研究的部分 糖尿病是蛮值得来做一个比较研究的一个方向 糖尿病也是长期需要好好了解他治病的原因 那我目前也担任我们台湾糖尿病医学会的理事长 带领我们台湾糖尿病界的这些专业医疗同仁一起来努力 希望能够照顾好我们国内的糖尿病的病患 不过讲到说啊 因为您算是这个台中榮总 去年您才接院长的棒子嘛 对不对 去年1月16 是所以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啊 我是不知道说榮总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改变啊 但是呢我知道说这个风评是越来越好 尤其是像我节目当中 其实我访问过很多榮总的医师 我觉得每个医师来啊 都让我觉得他们对于病人是有那种热忱的 因为我觉得医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可能你们一个门诊坐下来就是好几个小时 对如果要开刀一个大刀 可能又是十几个小时 对不对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可是我都还能够在榮总医师的身上看到那种热忱 我觉得这是很难的 也让人家觉得说很敬佩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想要请问一下院长啊 听说以前那个医院接院长大部分是属于外科医师吧 目前内科医师有一部分接了大医院或医学中心的院长 也是有 内科跟外科的思考逻辑应该比较不一样吧 也许跟我们医疗的训练有一点相关 那我个人觉得外科医生当院长或者是骨科神经外科等等 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跟决断也许速度会非常快 那内科医师的训练就是我们从周延性全盘的考量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征求一些主管的大家的意见 造出比较妥适的处理方案 做一些比较长远的规划等等 所以风格会不太一样对不对 也许会稍微 外科医师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快刀斩乱麻的那种方式 可是我们内科医师是属于思考比较缜密型的这样子 外科医生也有在思考 不好意思 请不要误会 好 那讲到说这个荣总啊 我相信我们大中部地区啊 对于荣总的印象就是我们的病人非常的多 然后呢 可能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大科的 或者说大医生的门诊的话 可能要等很久 那我不能够讲说生意很好啦 可是至少他是赢得许多病人跟家属的一个信赖这样子 那很想了解就是 因为他是牌子老信用好嘛 对不对 那接了这个院长 我们还会想说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 不一样的的一个改进吗 是我想台中总总在中部地区成立已经有34年 是 那服务我们大台中地区数百万我们的民众 包括农民 非农民的服务 那我们一直强调是以病人为中心 持续品质提升流程改善 到现在我们都还是以这样的文化 希望让我们全体的员工 持续的提升我们好的服务品质 照顾我们的病患 对 当然 担任医院的领导者 除了病患的服务 我们还有医学中心的任务 例如我们有持续医学教育 这些任务 做研究 追求医学的进步等等 那这些都是我们全体同仁 大家一起努力在做 还是要当这个龙头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所以我们期待以这样期许来秩序 OK OK好 因为就是请到院长来 我们总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院长的一些基本背景 还有他在这整个的带领这样子的一个医疗团队 他的一些想法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 因为我们院长呢 他是属于这个糖尿病的权威 还有新陈代谢科 其实我先跳脱到那个新陈代谢科 我记得前几年新陈代谢科 其实还蛮受欢迎的 因为如果说你想要减肥的话 可以来看这个新陈代谢科 是这样子吗 其实减重也算是我们新陈代谢科 服务的范围之一 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健康的身体 是 持续做好的饮食控制 规则的运动 保持理想体重 这个也是我们期待跟大家一起来努力的目标 其实他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口号 就是饮食要控制 运动要稍微做一下 对不对 身体才会健康 那讲到说这个糖尿病 糖尿病是不是有那种 就是体质上的问题 还有那种是生活形态所所引起的 有分这样子吗 其实现行的糖尿病我们分为两大类 我们的第一型跟第二型 第一型大部分都比较年轻发病 一开始就要注射胰岛素 而且是一辈子注射胰岛素 那所幸这样的病患 占我们所有糖尿病人不到百分之三 绝大部分是所谓的第二型的糖尿病 大部分都是年纪稍微大比较发病 那血糖刚开始的时候 也许可以靠饮食 靠的运动的控制 那将来实在不行 再加上口服药 或者是搭配注射的胰岛素 所以基本上分这两大类 不过跟体质的关系 跟你遗传的关系 这两类多少都有一点点关系 跟肥胖也有关系 跟肥胖特别是第二型 跟肥胖也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像现在一直在宣导大家 就是那个腰围的部分 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算是控制的一个数字 除了过去大家强调的体重 要到达理想体重以外 最近也发现腹部的腰围的肥胖 其实上也影响糖尿病 很多慢性疾病重要的因素 所以现在国健署也推出 建议男生的腰围 其实不应该超过90公分 女生的腰围不宜超过80公分 所以90跟80当作标准 除了控制体重 也希望腰围不能超过这个标准 所以女生在追求小蛮腰 不是说只有好看而已 事实上对整个身体的代谢 是有帮忙 那糖尿病它的影响会是在哪里 它对我们健康最大的威胁是在哪里 是糖尿病虽然是以血糖 血里面的葡萄糖浓度过高 当作我们诊断跟控制的标准 但事实上它影响的是全身的大血管跟小血管 大血管跟小血管 几乎只要血管的地方 只要血糖不是控制的理想 将来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 例如我们的心脏的血管是大血管 脑部的脑中风 这个都是大血管 小血管举个例子 包括眼睛 那些视网膜的这些血管是小血管 肾脏也是属于小血管的部分 所以糖尿病的影响 层次实上是全身的 听起来影响性好大 我举个例子来说 现在在台湾做洗肾 我们叫透析的人口 大概有五六万人 其中来源最大宗的 就是糖尿病没有控制好 造成的肾病变 造成的洗肾 这样子 我们不是都讲说 我们国人洗肾的数字 其实在全球的排行是非常高的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 来源的第一位 现在就是糖尿病 所以不可以忽视糖尿病后续 产生了各种病化症 OKOK 所以这样子听起来的话 听众朋友必须要很重视 这个糖尿病这个病症 对不对 他会发病的最主要原因 你刚才讲说第一型跟第二型 第一型他是可能就是 很小就是发病的这种 他可能就是因为体质的关系 对不对 那第二型跟我们的生活形态 是有影响是不是 是有明显的关系 我们刚提到第二型发病的原因 一个可能就是肥胖 肥胖 一个就是年龄 年纪越大 年纪越大 机会越大 为什么 因为身体的胰岛素的利用 我们叫做胰岛素的抗性 还有我们移脏的一个分泌 一道素的叫贝大细胞的功能 随着年龄会逐渐衰退 第三个遗传也是有一点关系的 所以父母亲如果有糖尿病的 他的下一代得到糖尿病的机会 是比一般人是稍微高一些 那我可以问一下 就是说你刚才讲到年龄 大概我们到几岁的时候 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一般来说35岁以上 罹患糖尿病的机会就逐渐增加 那假设到了65岁70岁 大概每三位到四位 一位高龄的长者 就有一位会有糖尿病 哎呦我的天啊 数字好高哦 35岁以上大家就必须要注意 35岁我们都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不会去想到糖尿病这件事 如果是35岁以上 又合并肥胖 家里人长辈有糖尿病 你要是有心血管的这些问题 等等等等 或者是曾经怀孕的时候 有认诚糖尿病的人 这些都是后续会容易发生 第二型糖尿病的危险因子 所以在平常的时候 我怎么样子做预防 是去做血糖检测 糖尿病的诊断 就是做血糖的检测 所以事实上在医院在诊所 我们抽血就可以诊断出糖尿病 是要做饭前的饭后 一般来说如果可以饭前的话 尽量空腹做饭前的血糖测试 一般医生会看看你的血糖的数据 来判断你是不是已经到达糖尿病的水准 OK 所以如果说你35岁之后 然后你又是属于那种中广型的身材 对不对 然后有这个家族性的这个糖尿病的话 只要家人有一个就必须要注意吗 对 如果父母亲双方中有一个有糖尿病的话 他的下一代得到糖尿病的机会 大概两成三成 如果双方父母都有糖尿病的话 我们看到大概他的下一代得到糖尿病 有时候到了六七成七八成的比例 所以算是相当高 OKOK 那有没有说喜欢吃什么样子的一个饮食类型 他也是比较容易罹患的高危险群呢 这个过去也有做一些研究了 比较喜欢吃甜的高热量的 造成体重增加压位增加的 他得到糖尿病的机会 也比一般人稍微多一些 所以这样子听起来 除了说这个遗传的一个部分 其实胖子算是高候选人 就算是候选人这样子 因为通常肥胖的话 可能就是你的饮食习惯 就是喜欢吃甜的 喜欢吃高热量的 然后你又胖 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本身身材 你就知道说你是属于那种超重的人 可能必须要特别的来注意 因为刚才院长有讲到说 这个糖尿病 他的影响性 我觉得太广了 大血管小血管 我们全身上下就是不满这血管 但是也要强调 就是万一是得到糖尿病的话 也不用太沮丧 因为现在有很多研究都发现 只要你能够及时早一点 好好控制 把血糖 还有相关的这些血压 血脂肪控在理想的范围之内 将来得到糖尿病 病发症的机会会大大的减少 大大的减少 好的 讲到说有关于这个糖尿病的一个控制 还有预防 还有在治疗的这部分 其实它又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我们先跟这个许院长聊到这边 有关于接下来这个话题 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 今天非常谢谢台中荣总医院的院长 许慧恒 许运长来到我们节目中 谢谢 生活就是行动 跟着午安生活一起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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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